清晨甘露2月3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是欠债的人 罗马书8章12节 我们既是神所造的 就都欠他的债 我们当以全身 全心 全力来顺服他 我们因为背了他的命令 就都成了他的公义的债务人 我们所欠他的 是我们所无力偿付的 但就基督徒来说 他毫不欠神的公义的债 因为基督偿还了 属他之人所欠的债 为此信徒更切爱的债 我欠神的恩典 和赦罪的怜悯的债 但我并不欠他公义的债了 因为他不再追究 已经偿还的债务了 基督说 成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凡属他的人 所欠的无论什么债 都从账簿上一笔勾销了 基督已完全满足 神公义的要求 账簿已经结清了 所寄的账 都已定在十字架上了 收据也得到了 我们不再是 神公义的债务人了 虽然从这一方面看 我们不再欠 我们主的债 可是从另一方面想 我们更加欠 我们神的债了 基督徒呀 且慢 你且默想一番 你欠神的权多少债呢 你欠他无私的爱 多少债呢 因为他舍了自己的儿子 为你受死 想想看 你欠他赦罪的怜悯 多少债呢 你虽百般顶撞他 而他人无限制地永远爱你 想想你欠他的大能多少债呢 他怎样把死在最终的你救了出来呢 他怎样保守了你属灵的生命呢 他怎样保护你不知跌倒呢 他怎样当千万仇敌 埋伏在你思维时 仍然使你安步行走呢 再想想 你欠他的不改变多少债呢 你虽改变千万次 他却一次也不改变 你欠神每种神性和神得很多的债 要用你自己和你一切所有的偿还给神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